那我這樣做這個行為其實是否不合適 我先講高雲的 那你們現在都這樣,我沒理由去高院的 那你再去 嘩,不要了,我的存在不是回應周庭 那怎樣?是不是OK了? OK了,是不是? 可以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港澳區立法會議員歐樂軒 那我今天是希望回應周庭就著港島補選的結果 是進行這個選舉情請的 那其實我對於周庭去入稟選舉情請是予以尊重的 亦都會理解他為何要這樣去入稟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傳媒朋友會關心 會不會擔心因為他這個選舉情請而影響到我這個議席 那理論上是會有機會有影響的 但是我們看回這個過往的選舉情請經驗所見 就包括了這個陳浩天和梁天琦的選舉情請 那陳浩天的選舉情請就須時都要一連半左右 才來到去法庭受理他的選舉情請 那梁天琦到今天都還未來到去審理的 那我們如果就這樣推論的話 其實來這個審理說的程庭還有相當的時間 那而大家都會知道我補選勝出之後 任期大約都是兩年半左右 那變了其實會不會真的有影響呢 其實都是言之上早 那但是呢我就覺得 就是至於詳細 你說有沒有勝算啊怎麼看那些的時候 我就覺得在這個事件 就是那個案件都進入了法律程序呢 那我就不方便多評論了 有沒有追問 好多謝各位